Dice今时宣布再婚20年前就有IG军业 让外界都很示好其前夫和前仆婆的反应 8月消息传出后 张兰是一如往常的主播带货 尽管网友狂刷有关Dice结婚的评论说 兰姐的孙子孙女要叫韩国人爸爸了 Dice和初恋又在一起 有儿有女有男人疼 不像王女人不断 但总感觉七七惨惨七七 张兰虽然都没有回应 但表情却是相当无奈 随后她也在影片备注写下 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 家是最好的依靠好好爱自己爱家人 被网友认为是在暗指Dice冲动再婚 对家庭不负责任 其实在Dice宣布再婚的前一天 张兰才在直播中提到心中只有一个儿媳妇 那就是Dice 而且还很想她 没想到换来的却是Dice 重磅宣布再婚 而据苹果新闻网报道 他们有致电给王小飞和张兰 王小飞接起电话 一听到西元两字就立马挂断 张兰的电话则是有通弹没接 平常最爱回应的兰姐 这次什么都不说了 看来真的是有被伤到哦 对那边都是红角兰的电话 总保释权的电话 像是有在那里的电话 我说没有什么都不说了 不说有什么都不说了 你还有电话 我说什么都不说了 你还有电话